从来没见过这么坏的后妈 早上给孩子准备饭团 她不放肉屑 反而是挑一块硬币 再加上玩具 一起塞进饭堆里 不仅如此 还要下老鼠药 生怕孩子死不了 接着面带微笑递给女儿 盼着她一去不复饭 可谁知女儿竟然平安无事 放学回家 怪了 后妈询问孩子 今天的饭菜好吃吗 梅梭的握手 好吃的哦 不对呀 这吃完了怎么可能没事 接着她打开饭盒检查 里面竟感激到没有一点残渣 这足以证明 女儿在撒谎 果然没吃饭 气得她要动手打人 可这样教育小孩子 肯定会出问题的 但后妈并不担心有没有打疼 反而是求孩子 不要向爸爸告状 因为这个家庭很排斥暴力 被逼无奈 女儿只好答应 但可别忘了 女儿擅长说谎呀 转眼就把这事告诉给爸爸听 然后在远处偷笑后妈 活该被臭骂 一气之下 丈夫决定把妻子扫地出门 打孩子的女人不配当妈 可就在这时 女儿居然跑出门拦住后妈 不让她离开 她虽然淘气 但不会真的想要失去母爱 可后妈心意已决 果断甩手 抛弃孩子 婚姻到底给女人带来了什么 她躺在轨道上 等待死亡 看着列车渐渐逼近 开始回忆幸福过往 到底是什么 让她变得如此疯狂 这事还得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 女人名叫雪姨 她的一生就跟灰姑娘一样 从小被坏妈妈抛弃 缺少母爱 因此长大以后 就扮演好妈妈 一个人照顾全家 如此艰难的活着 却在一夜之间 父亲失业 爷爷并未躺进ICU 房屋被烧 无家可归 跑去找男友 尽惨遭现场NTR 这也太惨了吧 气得雪姨准备去卧鬼亲身 却没想到已经有人占了坑 眼看列车即将碾压过身 在最后关头 她成功把罪汉 从鬼门关拽回来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男人再婚 迎娶雪姨 她有钱多才 不仅给老丈人 找了份高薪工作 还花高价 请医生 抢救活爷爷 甚至能做妹妹的家教 就当雪姨以为幸福来敲门时 家中的孩子 却让她彻底陷入深渊 这个视频将告诉你 熊孩子是怎么诞生的 母女俩一起洗澡 突然孩子询问道 后妈没多想 任由女儿肆意妄为 还想给点赞视频的观众 一起分享 殊不知 这让孩子早熟 后果很严重 每当夜晚夫妻嬉戏 女儿都会躲在角落偷窥 她观察大人的一举一动 然后学习模仿 接着钻进爸妈被窝 实践操作 这可不是什么亲子互动啊 而是更可怕的 性早熟 严重会导致孩子早恋 这不 午休时 小美看到心上人正和闺蜜聊天 便心生嫉妒放声大哭 引得全班目光注意 闺蜜健壮 立马结束交谈 好去关心小美状况 谁知 她小小年纪 就有心机 不仅会用苦肉剂 争夺心上人好感 还心狠手辣 未达目的 不择手段 看到闺蜜站在桌子上 眺望远方 小美就从背后缓缓靠近 拖住她的脚 然后 几天后 全体师生给闺蜜举行葬礼 正常人都是穿着一身黑 两眼泪汪汪 唯独小美 脚踩一双大红鞋 嘴角微微上扬 看不出一点遗憾 甚至离场的时候 还不忘给心上人 抛个媚眼 内心狂血 再也没人跟她抢对象了 熊孩子能坏成这样 主要原因和家长有关 就三个字 宠坏了呗 整天打游戏不说 还放任孩子 变得自私自利 经过狗户时的 可没见过小孩会这样啊 渐渐的 后妈越发觉得女儿不对劲 她发现合照上 小美的闺蜜 头被裁剪掉 并且在马桶里 找到一件文具带 这可是她亲手 给小美做的呀 不喜欢丢进马桶就算了 小美居然借此 污蔑心上人 说是她偷的 只为了看对方登门拜访道歉 简直就是病交啊 这让后妈感到背脊发凉 便在犯理下毒试探女儿 结果事情败露 不仅没有揭穿坏孩子 反而害自己 被丈夫赶出家门 婚后生活 竟让一个熊孩子 整得一团糟 于是她选择卧鬼自杀 危机关头 丈夫及时出现 把人拉帅回来 她突然意识到 教育孩子 必须得要父母 共同努力才行 可万万没想到 丈夫才是扭曲家庭的 罪魁祸首 这一家人全都有问题 后妈慷慨解忆 撩动秀发 摆好姿势 示意女儿过来 跟着模仿 一起展示 接着丈夫拿起画板 开始动笔素描 真是放飞自我 恕我不懂艺术 可后妈这身材 必须得点个赞呀 没想到 他们竟把这种行为 称之为早教 还把一家人诡异的作画 挂在屋里 就在这时 女儿哭着回到家 光着脚丫 全是泥巴 很显然是被人欺负了 丈夫便拉着后妈 来到学校找查 竟认为孩子被人霸凌 这是犯罪呀 他们立马揪出所谓的犯人 结果男孩反而告状 真正有罪的人 应该是小美呀 她曾亲眼目睹 对方犯案过程 在背后故意推同学 导致罪楼身亡 后妈听到真相后 竟更加偏谈女儿 事实上 后妈比谁都清楚 女儿杀人事实 因为她曾说过 但这根本不妨碍 两夫妻继续宠溺孩子 在他们眼里 自己的女儿是完美的 哪怕全家窗户被人涂鸦上 杀人犯 恶魔 疯子等粗鄙之语 甚至每晚都被人扔石头 打破玻璃骚扰 两夫妻也不愿承认 自己的教育有问题 到了第二天 为了洗清女儿罪行 他们想到一个绝佳的办法 那就是去给全校孩子们 接种新冠疫苗 本以为他们是想要教导女儿 将功赎罪 却没想到 是让好学生们 永远睡上一觉 数百名孩子遭遇不测 简直毫无人性 事实证明 不会有天生的熊孩子 只有教育失败的家长 你认为做人什么最重要呢 那当然是三观了 我是七孝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